大家好,我是Emily 我在香港做過事,又在澳洲做過事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究竟在香港和在式尼教書有什麼分別 首先說說學期的分別 在香港主要是分兩個學期 第一個學期是由9月到12月 第二個學期是由1月到7月 在這邊上班除了有分Full Time和Part Time之外 還有分Casual和Blog Casual就是代貨 但在這邊代貨多數是逐天找人代 可能會早一個星期預訂你 或者是前一天甚至是那天打給你 叫你來代貨 就會逐天找你代貨 不是一次過代很久 都會有機會的,但多數會逐天找你 做Casual如果幸運的話 就會每天都有工作 如果想多些工作 就可以找Job Agency幫忙 這樣他們會高身過 你計算在做Full Time或Part Time 都會每天的日生高些 如果學校請你做Blog 多數都是請一個學期至四個學期左右 在香港會首先讀三年幼稚園 然後小學由小一讀到小六 中學中一讀中六 但在澳洲是首先讀Kindy一年 然後會由E1讀到E12 E1到E6當然是小一到小六 E7到E12是中一到中六 多數都是五歲就入讀Kindy 小一就是六歲 如果三四歲或者再小一點 想有些community或者去上學學的 就會叫Child Care 即是托管 在這裡的小學 上學每天要分三節 分上午、中午和下午 每段上午和中午有兩個小時 最後一小時 中間有一個小時 休息和午餐 基本上澳洲的初小 就像在香港幼稚園一樣 他們就會分組 玩活動、玩遊戲、唱歌 真的像香港幼稚園一樣 在Signy或New South Wales 這個省內 中學生讀的科目 都跟香港的差不多 他們去到高中E12 就會考一個叫HSC的試 考完就可以拿張中學畢業證書 或者可以選擇 以他們的分數 在大學入適當的科目 基本上 在這裡的中學和小學學生人數 每班都會比香港少 香港小的可能有 38個學生 每一班 甚至中學可能有 42、43個學生 一班 但是在澳洲 每一班都 最少十幾個都會有 都不是很大班 其實 在這邊的學生 他們主科來說 數學 明顯是比亞洲區的 那些容易很多 我有很多學生 去到E7、E8 即中一 中二到 乘數表都還沒有背好 還有我覺得 這邊的學生 很喜歡挑戰老師 問為什麼 他們會喜歡問 一些問題 例如 為什麼我們要交這份功課 為什麼我們要考這個試 為什麼要學這個課題 就是很多這類型的問題 我覺得在澳洲教書的 work load 是會好過香港的 他們這裡 每兩個學期 就要寫一次這個program 就要根據課程 自己寫一份program 來教學生 每兩個學期 也要寫一次學生的report 去交給他們 我覺得在一般來說 他們都不算很著重改補這件事 多數學生做完一些 上課的課課 或者功課 都是口頭告訴他們 他做成怎樣 那就已經可以了